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美亚富能社的房屋顾问Karen 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什么是债务和如何处理你的债务 Your Money Your Goals是由政府单位 Consumer Fund and Sold Potential Bouchure所制定的一本工具书 除了社福单位可以利用这本书去协助消费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民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评估自己目前的条件 债务是指你有欠其他人或其他公司的钱 或者现在你借钱可以等你获得某些新事物 例如新车、家具或电器等等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你都需要还款 债务陷阱是指你需要不停申请新的贷款去上还旧贷款 如果因为即时的需求而要申请短期债务 请小心会令你落入债务陷阱 避免因为这些贷款而影响你的财务目标 有时可能需要一次还清的短期债务 都会令你落入债务陷阱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样可能会变成一个无法停止的借贷循环 因为他们需要不停地去贷款支付一些应付款项 例如食物、房租和一些交通费用等等 这些短期债务会有些共同的地方? 首先第一,他们通常是小额贷款 贷款金额通常在500元以下 二,必须在短期内还钱 通常会以出工资那天为例 十四日为一个还款限期 三,贷款人必须提供他们的银行资讯 因为当他们在期限内无法还钱的话 贷款人会直接在他们的银行账户里 扣除他们应付的贷款金额 如果你发现你需要靠新的贷款 来上还现有贷款和其他支出的话 请和你的贷款人讨论其他还款算学 等你有更多时间来上还欠款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医疗债务 医疗债务通常都是因为一些突发的疾病 或者伤害所造成的 就算你有医疗保险、共付费 或称陈金和免赔额 俗称电底费 累计起来都会很可观 这也是为什么紧急预备金会很重要? 一,因为你很难预测你的医疗费用将会是多少 和你的车贷、房贷等可预期贷款金额不一样 当你接受致列的时候 你无法预测你的疗程会是多久 以及都不会事先得知你的医疗费用将会是多少 二,收费和账单可能会令你看不明白 因为当你接受多个医疗单位的时候 你会分别收到不同的账单 因为你不清楚多少金额会由保险支付 或者对金额有所移民 而造成你延迟交款 三,没有医疗保险的群众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额 因为通常保险公司会和医疗机构交涉一个折扣 换言之,即是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同样的医疗和账户 你需要给有医疗保险的人支付更多的金额 虽然避免医疗际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下面几个方法可以减低医疗际目对你生活的影响 一,申请医疗保险 你可以到healthcare.gov去了解适合你的医疗保险 二,接受医疗程序之前 以先预先估计医疗费用 三,查询折扣 四,进行治疗之前或治疗之后 可以立即和院方查询慈善医疗援助 通常申请表价会在医院的柜台或在网站找到 但请大家要记住 慈善医疗援助具有时效性 所以一定要尽快申请 五,利用信用卡支付你的医疗费用 可能会令你丧失医疗保险的资价 六,如果在医疗保险和折扣之后 你都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 你可以与医疗机构讨论一个合理的还款计划 记得准备好的合约包括以下几点 一,无需支付利息 二,每个月的账单需要列出以付金额和减低的算项 三,就是医疗机构不可以将医疗债务 转交给第三方催修公司 四,就是如果你有一次延迟付款 但你都不需要立即一次过付清减低的款项 你可以利用Tour One Debt Worksheet 来列出你目前的欠款对象和金额 这个都是管理和减少债务的第一步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Tour One Debt Worksheet 或者在这里下载Your Money, Your Goals 工具书 如果需要茶箱服务 可以致电米亚富良社415-928-5910 在这里下载Tour One Debt Worksheet 在这里下载Tour One Debt Worksheet 在这里下载Tour One Debt Worksheet 那是最先选手的风扇 在这里下载Tour One Debt Worksheet